明清每天从胜利之家的习衣庇护工厂下班时 固定的仪式感就是把脚上的球鞋换成宽松的拖鞋 今天下班 他和小伙伴要一起到隔壁超市 他们还有采买食材的任务 小心你的手啊 早就等在厨房迫不及待开始的小帮手们和明清一样 都是胜利之家服务的个案 从早聊到成人养护 半个世纪前 胜利之家就开始服务屏东的身心障碍者 庇护工厂则让有工作能力的个案自食其力 建立自我价值 洗衣工厂高温又夹杂着设备的声响中 大伙熟练地将衣物分类 再清洗烘干折叠 安静的烘焙房里每根蛋卷都是手工 耐心稳定地卷折出来 虽然难免有时比一般人的动作稍慢了一些 但身心障碍者在这里学习成长 还有机会发挥更多 在机构里面我们做好饭 帮他洗好衣服 看着他去做一切他该做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发现给他自由 给他适当的教育 他所做的能够比我们想得更多 希望之后身心障碍者有机会回归社区 拥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 从前外国传教士住的小工具 这两年成为创新社区居住方案的家园 胜利之家服务的个案下班下课后 可以住在这里 跟着教保员学习采买下厨等生活自理能力 和人际互动 预先做好从机构回到社区的准备 下厨已经很熟练的宣承 无法言语有固着行为 一开始只爱吃固定的食物 还有着他的脾气 我们也被拒绝 我们也被有时候被凶 被他吼被他叫 然后他也会抓 就是会抓我们的手 就会一直反抗这样子 可是我们还是就是让他先发泄 然后还是继续这样子 就是不断地继续不断地鼓励 慢慢地不要急慢慢地 从抗拒到接受新食材 认识新事物 练习洗菜切菜 宣承还学会了做蛋炒饭 他的父亲原来不觉得 他还有什么太大的期望 但是当他发现这个孩子 可以做拼图赚钱 可以炒饭给自己吃 而且还给他吃 还做汤给他吃 他的爸爸非常的感动 他突然看到这个小孩子 新的一面 协助身心障碍者 发掘潜能建构能力 往往得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才有机会回归社区 被真心接纳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转发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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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